你知道吗,美菲也是 我学的有时候每次一道我会想 到底怎样做 可是感恩的是每当我觉得 真的不知道怎样做 就会有机会的人来询问 就会有人介绍人 就会有人来讲一下想要聊天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在发生 所以我是觉得感恩 然后,事与新的资讯 最近我在读那个究竟为何在人世 那其中一句我最印象深刻的 他就是说,生活会不断的重拳出力 因为我们需要对我们自己外在的成长 外在的反应跟内在的成长负责任 这个是我们的人生 这个是我们的功课 所以,其实我读过一篇文章就是 对你好的,还是对孩子好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考虑的时候 是不容易的,我们会想 怎样才是对他最好的 其实对你自己最好的 还是对孩子好的 因为七岁之前的孩子 母亲就是她的天 跟我们是一起的 跟我们是一起的 其实她的情绪跟我们是一样的 分不开了 所以,选择被我们自己最好的办 所以这一句 这些点哭 都不可以在孩子面前 她知道的 不管你有没有在她面前 其实她都知道的 可是其实哭是很好的 逃避反而不是最好的 你可以跟她一起 让她感受到的 可能她也有那个难过 她看你逃避她也不要去面对 一起 是 不容易 是 可是我觉得我们 我们是有 我们是能够 有办法的去跟她 然后当然 我们就不要跟别人比较 是 然后也其实也没有 怎么样说 应该还是不应该 都也是不应该 如果情况是 此时此刻是真的很需要去表达的 就 只要跟她讲 可以帮我跟她一起 你不需要表达什么 只要让她领悟而已 以前我也是很稳定 孩子小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表达 好像很完美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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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